好 然後它這樣子 番茄的湯底已經跟那個食材就是 結合了 對 融合了之後 啤酒 啤酒來了 重頭戲來了 那我問你喔 你知不知道燉東西 要怎麼樣可以節省 一半以上的時間 用燉鍋嗎 壓力鍋 錯 不對 中間一段時間要關火 讓它回溫之後 要把火關掉 因為它東西煮脹啊 脹啊 脹啊 你一把火關掉 縮的那一瞬間 連湯汁都進去了 所以很快 厲害啦 我跟你講 唉唷 是不是 好像滿有意外 這個還是要基本的元素存在的 就是 所以鍋子的壓力還是要足夠 你如果沒有蓋 它是做不了這件事情 對 壓壓力 就是台語說要用熱的 熱的跟熱的 熱的比較快 熱的跟頭就對了 對 那還是要後來要復活啦 再復活 各位 這一道菜 真的是我今天看過最特別的 為什麼 你沒吃到黑啤酒嘛 對啊 那這邊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然後要燉大概兩個小時 蛤 蛤 成品 我們節目就只要 我們節目才有幾分鐘 9點延長到11點 蛤 我有成品 有成品 成品不是在鬆菸那裡嗎 對啊 還是或者是 市議區 已經做好了 各位 燉好了 一起來吃我們這一道燉肉 耶 以牛腱肉為主角 番茄湯底熬煮 最後加入黑啤酒 香噴噴的料理就出爐啦 來了 有沒有看到 像整個燉出來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先吃了 兩位老師吃一下 還有 它這個味道相當濃 很濃郁喔 好啤酒耶 很地道的愛爾蘭的味道 蠻酸的耶 怎麼樣 因為它 它放那個 番茄汁嘛 為什麼沒有吃到啤酒味啊 有啊 因為啤酒它煮開了啊 所以它就變成麥的味道 但是不過那個牛肉是燉得真的很 剛剛好 其實這道料理的組合呢 已經超越我們人體的構造了 蛤 我們所謂的板瓶狀的 所謂的這種羅宋湯 羅宋湯是一種公板型的嘛 但是它是屬於帝王型的 所謂的羅宋湯 它把它濃縮了 濃縮了 所以更貼近我們的味蕾 很舒服 私人舒服 舒服嗎 人看的也很舒服 你是看人還看菜啊 喂 人看的也很舒服 這叫你看菜 歌好歌福 那就這樣 準備要來給分 到底這一道很厲害的湯 它會是得到幾分呢 燉肉請給分 來 4分3分 又是7分 各位 所以現在有可能出現 我們今天的冠軍 或者今天的第四名 好不好 一起來歡迎Fabio Fabio 香嫩多汁的牛肉 搭配愛爾蘭黑日啤酒 簡單的食物特調 也能讓你彷彿置身在愛爾蘭啦 最後Fabio 會使出什麼拿手絕活應戰呢 今天要帶來的是 我今天要做 這是法國孩子最喜歡的甜點 法國小孩 因為我們 我們很喜歡 煮飯 等一下你該不會已經是爸爸了吧 什麼 你不是爸爸吧 不是啊 嚇我一跳嗎 還有法國孩子 沒有 沒有 但是 我們錄得很久 所以我要給你們看一個很簡單的 講得很好 對啊 我們先做一個麵團 來來來 所以我們需要 我們先 攪拌這250公克的麵粉 哇 講得好詳細 你知道法國男生 帥就算了 然後還會做甜點 那很多女生都死了啊 我跟妳講是以前就是 男人在工作 女人就會做餐 可是現在男生一定要做餐 一定要 君子願刨除這件事情 已經放在裡面 已經是All school的 All school的 不適合 那你交過幾個台灣女朋友 現在沒有啊 絕對要有四個蛋 四個蛋 對啊 這個你可以考慮 對啊 他喜歡有這種落山 有的 對 你喜歡吃火鍋嗎 憲哥我跟你說 你喜不喜歡吃火鍋 喜歡吃火鍋嗎 其實比較喜歡在家裡做餐 喔 所以我可以 每天 晚上可以拉豬 晚上啊 拉豬 拉豬 我比較喜歡拉豬 煮完之後就拉 不是不是 煮完 拉豬晚上 他跟你蠟燭 白蠟燭 一錯 一錯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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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少了吧 這麼小錯 就真的一錯 一錯 不要吃太鹹 喔 憲哥他剛剛講話說 他要跳過我弟喔 欸 他直接看著我的眼睛講話 一定要的嘛 是禮貌啊 他是有點討湯啦 你屁啦 他是看著我講好不好 你跟他多聊聊 你跟他多聊聊嘛 法比歐 然後這裡喔 我可以幫你喔 法比歐如果要用一道菜 來形容Lulu 你覺得他是法國菜裡面的哪一道菜 你可以看著我想 我有答案 什麼 呃 菊田螺吧 蛙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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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那麼高垂 蛙牛 菊田螺 而且還是蔡菜而已 我想說 田螺太弱了吧 很甜的甜點 很甜的甜點 So sweet Give me five 她想問你說 她想問你說 你會不會介意你在做菜的時候 有人抱著你的腰 有啊 有嗎 你會介意喔 可以嗎 可是现在我妈妈在台湾 所以不可以 她在这里啊 妈妈 那有什么 妈妈的腰 那年还不是 还不是爸爸抱着妈妈的腰才有你 法比欧美中不足 让露露的爱意全破灭了 这就是我们的爱意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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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两 刚刚都蛮帅 然后吃这碗之后就觉得有点辣残 露露来代表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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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露